学佛人应该用我们的智慧之心 诚实做事 诚信待人 用你的真心去感动别人 经常怀疑别人 就会自己心虚 不怀疑别人 自信会得到安定 这样就能医治自己灵魂 和身体的疾病 有些人的心灵创伤 为什么很快能走出阴影 而有些人却走不出来呢 想不通走不出 就是对某一件事情的执着不放 没有挖掘自己内心的宝藏 这个宝藏就是你内心的智慧 那就是实证之心 实实在在相信菩萨 净信菩萨给我们智慧 有智慧才能证悟这个世界的空性 有此心才会有此德 这样才能启发你的实证之心 面对现在很多感情的痛苦 要学会忏悔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最后 痛苦和烦恼 在时间中 在时间中融化掉 其实受苦 就是一种感受 我们小时候 受得很多心理压抑 很难受的苦 这些感受 早就忘记了 其实这些苦 其实这些苦是白受了 知人间一切为空 行一切善事为功 和一切感情之痛 一切苦融化放松 当你眼里看到不喜欢的人 自己要学会 佛光普照 自己全身 这就是金刚照 当你说错话的时候 学会用定 控制着你的全身 一会儿智慧生出 再说话 当你焦虑烦恼的时候 拼命行善事 做功德 会化掉你的烦恼心 恨一个人 心中就会露一点功德 正信正念 心中多为别人想 就会无露 精神好 身体好 胡思乱想 神要跑 身要会 命要会 一体双修 两种会 精神智慧 就充沛 人最怕的是神漏 就是精神上分心 师父教你们一个方法 精神一分心 跪拜念心经 把烦恼 告诉菩萨 请菩萨 赐给你智慧 赐给你正能量 你很快 就会想到办法解决 这就是 菩萨赐给你的 正能量 大志弱 大志弱鱼 快乐多 斤斤计较 烦恼多 一碰生气 嗔恨多 感情诗意 波动多 现今修心 慈悲多 过去梦幻 泡影多 现在放下 幸福多 未来修成 菩萨赐给你智慧 波动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